高度和心的难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 两位挑战者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面对 更高 更快 更难的 极限挑战 有请 挑战者 欢迎你们 Come on 大家好 我叫东七星 我是一名派演运动员 我来江西 因为我那时候也参加过 挑战不可能的那个节目 当时世界纪录是 我到35个 还差两个 那个时候我挑战没有成功 希望在这里 在今天 在这个爆发式影响上面 我能挑战成功 这个小伙子是速攀的冠军 世界冠军 而且他只有26岁 我不想隐瞒你的年龄 我知道你已经32岁了 他的年轻 他的强壮 对你今天的挑战 会构成压力吗 有点害怕 因为我开始 他就会比较老实 他就会比较老实 哇 常年锻炼 造就了极棒的身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高度 7米爆发式引体向上 选手需要借助旁杆 通过引体向上的方式 连续攀登 高度为7米的直梯 挑战过程中 选手的身体 不可以触碰道具 任何方式的掉落 都判定为失败 当前记录为 20.73秒 由本场 意大利选手 塔吉奥 创造并保持 这是7米爆发式引体向上 最快的记录 首先出场的是挑战者 来自中国的钟齐心 3 2 1 开始 好的 齐心开始了 他的第一次挑战 他的速度非常快 我看到他一次能挑四格 体验的太快了 现在还不到十秒 已经过了大半了 现在到了上半城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我想再发一点点力 多发一点力 然后就可能一下就想 倒顶上去 但是没想到 在发力的那一瞬间 右边卡好了 左边是碰到了 然后一滑就下来了 没受伤吧 我们知道这个 齐心 其实他的腿部力量非常大 他的下身 因为他是速攀的 下身的重量非常重 所以稍微有点吃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来稍微休息一下 如果不失误的话 我大概肯定20秒以内 我能完成得了 因为我下来算了一下 我那个时间 在我上到路第三格的时候 我的时间才16秒 对 才16秒 因为还有一天 还有三格了 我就掉了 哎呀 这也很可惜啊 我们每个人有三次的机会 齐心不着急 集中精力 好不好 齐心请准备 在齐心的身边 有两个最亲的人 关注着他 他的妻子和他未出生的宝贝 加油齐心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这是齐心的第二次挑战 我们看到他这一次是三个一票 但是速度依旧很快 掌握好节奏 齐心 我们不着急 加油加油 已经过半了 加油 稳住 齐心稳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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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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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磕到 没有 对自己的这个表现 特别不满意 就心里就有点急躁了 在爬的时候 后面的时候 这个节奏可能是有点乱了 手臂没事吧 手臂没事吧 啊 就觉得就很担心 就是有没有受伤 他再上去那么几秒钟 就觉得心 懂 doen doen 就跳了 要快出来了 现在 提ского 只有 嘉琪 最后一次情况 ide派成 много 多的 剪裁 你好 像 bardzo 第二次 它来放跌 40% 第三次 它放 Pride 75% 所以 所以,如果他做得更好,他做了75%的可能性 可能在中间我们爬不上去,但是我先把我拉到那个位置上去 我先爬到挺上去以后,我先找到上面的感觉以后,可能就能完成了 这是奇心的第三次挑战,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奇心加油!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连续三次的挑战,都是非常艰难 三 二 一 不管我有没有打破这一次记录,只要我能到达顶上 开始 开始 第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节奏方面 我不想在最后一次 还不能完成 到了最后的时候 然后就拼着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就坚持下来 我觉得你好棒 因为你到底吧 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 连续三次你都到底 太棒了 天真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 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觉得不管他说时间是多少 你都赢了自己 对今天能到达终点 很高兴了 哇 我觉得再次掌声送给其心吧 很不容易小伙子 一个靠速度 去上的男子 这次是靠内力 走到最高中 对东西尔森 7-3 say yes yes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其实在今天训练的过程当中 Lazelle已经受伤了 这是让我很救心的 但是我相信 她是一个 很棒 很有毅力的选手 加油 这是她的第一次挑战 她的原记录是20.73秒 for your first attempt 3 2 1 Go 攀爬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 其中在一个点 她看了说 她是看一边 一个位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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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7米的高台上 我觉得 真的 这次非常的快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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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不断提升身体的极限挑战自我 正是为了能够不断向上 探灯人生的缘分